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有香港媒體引述了大陸消息人士指出 說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有可能會在10月中下旬的時候 南下去到深圳出席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的慶典 而在昨天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 就印發了一份有關於深圳在未來五年擴大開放的改革方案 其實目標都相當明確 就是為了突破美國的圍堵 到底深圳還有哪些方面是可以擴大開放的呢 而中國今次又能不能夠得償所願呢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實情大陸說提出海南自貿區這個概念 到現在實施才是剛剛開始 現在又說要推出這個什麼深圳的五年改革方案 總之橋段就多多了 但是當他執行起來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達到預期的目標呢 其實之前一直都有很多無論是大陸的學者也好 官員也好 或者是香港的建制派也好 經常說深圳會在未來幾多年之後 就會取代香港的地位 到現在都仍然做不到這一點 終然美國已經說要把香港視為一個大陸的沿海城市也好 但是深圳至今都是取代不了香港的 早十年八載的時候 有些建制派整天三不五時就走出來嚇香港人 說如果香港再不深化和大陸城市之間的合作 香港的地位很快就會被邊緣化 現在大家就可以反問這班人 究竟香港的中環現在是被深圳的前海取代了沒有 邊緣化了沒有 答案就是顯而易見 其實香港爛船還有三斤釘 香港有幾項固有優勢 深圳搞來搞去都是搞不出來的 我看完這個五年改革方案之後 都發現裡面的條文 很多其實都是舊走新平 香港有哪幾項固有優勢呢 比起深圳 第一就是一個相對健全的法治制度 我這裡所說的法治制度 純粹就是針對保障私有產權而言 事實上香港至今 在這方面還未被蠶食 至於保障其他什麼自由等等 那些大家就心照了 只不過在保障私產方面 還是站得穩的 遲些不知道 總之到現在這一刻還是怎樣的 所以比起大陸來講 大家都知道 山西平搖古城那件事 說收回你就收回你了 房產證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香港仍然是擁有資金流通自由 你問一下大陸被人過去九彩的 就會理解 什麼是資金流通自由 第三個就是資訊流通自由 起碼香港上網仍然是不需要翻牆的 雖然這些固有優勢 好像一點一滴地慢慢被蠶食當中 但是比較起深圳 仍然是帶來一段距離 其實上述所說的那些優勢 就是一個城市要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必要條件 如果是沒有了這些東西 根本上就很難成事 我不知道大家找不找到世界上 有一個地方是沒有了這幾樣東西 都可以做到金融中心 那我就孤陋寡民了 沒找得到 好了 那說回深圳擴大開放的五年改革方案 其實在文件當中定了一個主要目標 我們聽聽到底目標有多麼宏大 在2022年的時候 各方面制度建設會取得重要進展 形成了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重大制度成果 而深圳試點會取得階段性成效 2025年 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會取得標誌性成果 基本完成了試點改革任務 為全國制度建設作出重要示範 那他就寫了很多黨八股的東西 其實說來講去就是說 深圳這個改革是成功的話 就會建設起一套制度 使得全國其他城市都可以複製深圳這個制度 來推展下去 到底他這個制度要怎樣改革呢 之前我也提過 條文裡面有些東西都是舊走新平來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到最後 都是觸及不到政治改革這個核心問題 大家知道 經濟改革去到某一個程度 一定會出現很多難題 如果政治改革的步伐是跟不上 那肯定就會使得經濟改革 都會隨之陷入一個瓶頸的位置 不上不下 甚至乎還會開倒車走回頭也有的 好了 現在大陸搞這一套 深圳擴大開放五年改革方案 其實就是想在不足及政治改革這個核心問題的情況下 繼續使得經濟方面擴大開放 那大家就會想得到 究竟這樣的做法是行不行得通的呢 可能大家心裡都會有個答案 只不過這個世界沒有什麼說不行的 女窩保天也有 後藝蛇日也有 如公而生也有 不過這個改革方案只有五年 哈哈哈哈 好了我們一齊看看 到底這個改革方案裡面 寫了什麼內容 比如說我們看第三段 他就說要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第十段是這樣說的 就說要進一步完善公平開放市場環境 其實我們好像在2001年的時候 當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 都看過類似的事情了 他裡面是說什麼呢 就說在全國統一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基礎上 制定深圳放寬市場准入的特別措施清單 放寬能源、電訊、公用事業、交通運輸、教育等領域的市場准入 你說到最後實踐起來的時候又行不行呢 能源方面可以開放給你嗎 那你這樣說 不知道可能可以也不定 好了 那接下來 第十一段說什麼呢 就說要打造保護知識產權標竿城市 那不是在保護中了嗎 所以大家是不是說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對於這些條文 過去那十九年 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 到底對於保護知識產權方面 是下了多少功夫呢 現在還要在深圳這個擴大開放裏面 又再寫出來 就是之前做的那些是不夠了 那為什麼之前做的不夠呢 還是有沒有做的呢 我不知道 裏面其實也有若干的條文 是針對美國圍堵中國的措施 而在這個改革方案裏提出的 比如說特朗普就叫那些美國企業從中國撤離 其實日本安倍晉三都在做這些事情 就說要將那些供應鏈、產業鏈切出中國 好了 這份方案就說 要提倡廣東自貿區蛇口片區 加強排解涉外商市案件的能力 改善吸引外資的營商環境 好了 美國說要加強審查那些中概股 現在這個改革方案就說 要支持符合條件在深圳境內的企業 去境外上市融資 那去哪裏肯定就不是去美國 至於說吸引外資就肯定不是吸引美資 至於特朗普又經常威脅 要和中國實施金融脫歐 這個改革方案就說 要提倡開錢本幣和外幣合一的跨境資金持業務試點 支持深圳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先行先試 其實這些事情究竟在實際上操作來說 是做不做得到的呢 還是如果做得到的一組就已經做了呢 好了 美國就是要在科技方面圍堵中國 華為中芯國際 這份改革方案就說要加快完善技術成果 轉化相關制度 培育中國的技術體系 這些又有多少假大空的東西 那些芯片廠很多爛尾 那怎麼搞呢 是不是現在要在深圳那裏搞呢 這份改革方案所涵蓋的範疇 就不單止是剛才所說的 還有說要創新醫療服務體系 那怎麼創新呢 到底是不是去醫院 看病啊或者是做手術的時候 不需要再給紅包呢 好了 說要探索擴大辦學自主權 喂 辦學自主權 那有沒有一個相應的學術自由呢 有沒有這些東西是配套呢 好了 就說要完善文化體育運營管理機制 文化方面 那到底有沒有一個創作自由的環境 還有一個空間 是可以讓文化人來做創作呢 那你這個改革方案 其實到最後都沒有觸及到核心問題 就是政治改革的問題 但是呢 就在很多範疇裏面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 到最後行不行呢 五年之後大家回顧一下就知道了 這一節先說到這裏